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参刷模板另外一种使用方法 我们看正常的使用方法像是这样的 点一下 我们输入长 宽 这扣图设置好之后 我们点一下 这模板就生成了 看没有 就生成了 假设这个石我们折弯不要折两刀的话 那可以这样 把这个石输入个0或双处都可以 我确定 再点一下 这只有两刀了 那个石就没有了 下面我们来介绍另外一种使用方法 看这有三个图形 假设在这个模板上面有孔的 我们直接根据这个模板来生成展开图 怎么操作呢 首先 请这根据绘制 我们看一下这个命令行的提示 我们应试一点 再说一点提示下 这命令行最重要拉高一点 你拉的这么一点点 根本就看不到提示 最少要拉个两三行吧 然后四行的样子 我们这个提示 让我放置点 或者选择那个视图展开 我输一下 我现在点一点 它就发成一个视图了 就这长头出来了 我现在不点哈 我们输入个S 它提示我们选择展开图 宽一下 它就根据这个视图展开了啊 你看这个也是一样的 把这边加上 加个S 我要以这个视图展开 我要输入个S 我要把它宽一下 这就展开了 这个也是一样的啊 这个反正模板也可以 看也可以选择视图展开 我就首先发个视图吧 我就首先发个视图吧 发个图 就以这个图展开 反正的 我输个S 宽一下这个图 也可以展开 啊 然后以这个图也可展开这个图 以加强金的这个 一样的 如果点到外面上放 就是声称展开图 如果我们看这个提示 输个S 再宽一下这个图 就以这个图展开了 这个也可以两折三折都可以啊 这个 把这个怎么加个115 就多到弯出来了 多到弯出来了 这就是这个展开模板 另外一种使用方法 主要是看这个声音的提示啊 这里 每一部这里都有提示的 其他的更能也要多看一下这个提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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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